欢迎来到机车民的健康过生活频道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香酥鸡翅的做法 首先来看准备的材料有哪些呢 第一个生鸡翅中段约八支 第二个五香粉一分之一T 酱油两大T 味淋一大T 橙哨两大T 食用油少许 蜂蜜少许 一开始我们先来处理生鸡翅 将中段鸡翅的内侧两根骨头中间 用刀子把它划开 等一下腌酱料的时候才会比较入味哦 然后再将其他的也切开 就OK了 接下来我们来腌鸡翅 先加入酱油两大T 橙哨也是两大T 味淋一大T 味淋一大T 五香粉二分之一小T 调味料都下好之后呢 就用手把它给搅拌均匀哦 一直搅拌到酱料都混合均匀 即使都有上到色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 然后盖上保鲜膜 静置大约30分钟 这样才会比较入味哦 将调味好的鸡翅一个一个的抹上食用油 两面都要均匀涂抹 涂好之后放进气炸锅的内锅 将鸡翅的外侧朝上 接下来就要来准备气炸鸡翅咯 电源开启之后 选择气炸模式 选择三段火力 时间设定为10分钟 按下启动开关就开始气炸咯 来看看第一次烤完之后的结果 似乎上色没有那么的均匀 把它们全部都夹出来 这时我们在鸡翅的正面跟背面 通通都刷上一层蜂蜜哦 刷好之后再放回气炸锅的内锅里 准备进行第二次的气炸 同样的模式这次选择三分钟就可以咯 这样香酥鸡翅就气炸好咯 起来看看成品吧 我们很快来做一下重点整理 生鸡翅我们沿着两个骨头中间把它划开 这样酱料才会比较好渗进去哦 点好之后我们最好是放一段时间 这样酱料才会比较入味哦 最后涂上蜂蜜再进去烤一次 就会比较酥脆香甜呢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香酥鸡翅的做法 谢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次见咯 影片结束咯 快去订阅跟按赞咯 期待